我告诉你,这枝饭是冰醋,拿出来的 所以我已经做了冰醋的饭,做完煲的 然后我告诉你怎么准备,叫咖喱饭 我对你说是鸡肉的,因为你看以前那种 我觉得我要进步一点,比较厚厚厚厚厚厚厚 我刚才已经烘厚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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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我们尽量太热 已经浪动了 没关系啦 你成热的时候 用盆糖的时候 加点咖喱粉 变成咖喱豆泡 这样呢 烘喉奶醋加上次就比较好 比较微 如果你放这次炸 怕它焦气 不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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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不厉害 加点咖喱粉 挺美 挺美 好 我将你做什么 我已经割凉了 以前看这 你关系你照看 看这些割凉 对我们呢 有一点点 帮助的 这些就是 比如我冰醋拿出来 一成四 这个放进去 这些油烧烘了 那 哇 很恐怖的 那我等一三个多年 那我将这些粉 加多一点点 没关系 我刚刚弄完 没关系 我只是示范了 现在 就是这种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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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你用瘦又啟营 我的瘦又啟营 我的瘦已经干净了 已经 好干净了 精听 你用瘦 如果你拍得很厉害 用一个筷子 那它呢 差到粉 如果放在空虎里 它就会被 哇 好恐怖 连瘦都跑出来了 所以 我现在没一次烘 我都要加 直角粉 就是这 为什么我这样告诉你呢 因为我不怕告诉你 如果在三间地方 你们应该 就想我的一个方法 第一 三间地方 纸白纸白尺 它们就用你塑浇 然后呢 哎呦 整个地方 小小 如果你没听到 用这种 不断炸呀 就对身体也不好 不要说好不好 清洁麻烦 还有 对身体也不好的 因为 有很多油烟 变成一种 一种 一种 字体来的 所以我们呢 第一 健康 但是我呢 现在方便 我们的生活 对不对 所以 如果你觉得 我这个方法好 因为我解凉 最解凉 所以你不要说 一个 什么有两个 要同时炒饭 就是因为我做过很多次 解凉解凉 这样做得更好 更好 所以就变成 我要好好跟你们分析 不要以为 我喜欢做很多事 为我写麻烦 OK 我不解释一下 然后呢 你首先呢 把油倒进去 那我已经做好了 只不过 我没有常常拍摄 都是常拍的 那烧烘了 烘了 再放在里面 放在里面 之后 因为已经冷却了 没办法 然后呢 烧一下 我要介绍你了 烧一下 因为有些时候呢 我怕浪费年纹的时间 所以最难要开了 所以变成呢 第一层的饭呢 我有准备收 这些是葱 这些是葱 拿着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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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放在里面 不要多 一点点 就够糕 没关系 你等一生 除了很多药 不要放在里面 那么多药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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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简单 最重要呢 你的蒜头 一粒粒的 那就简单 简单 简单 因为我摸它 碎碎 变成粉 然后呢 我穿得 这番很难 烘得更加 所以 又摸到后处 一粘一粘 不用做什么都要用 没关系 我只要不做什么 炒 然后呢 我的饭已经烧得差不多了 然后呢 因为我已经 准备了 然后呢 我的饭 就像这种炒饭 就像这种 软的炒饭 那么 我放在里面 又放多一点 放多一点 很鲜的 好吃 接着呢 咖喱味道也不错 你放多一点 煮给你啦 有些什么 标准的 有些人说 我好喜欢咖喱的味道 那你就放多多了 如果他说 哎呀 我不喜欢吃什么 咖喱的 不要啊 ok咯 在这个方面 有时我割了一秒 而且没有注意 我上次也要注意一下 因为经过油呢 放在里面 最放空到呢 规划它 很香 很容易控肝的 所以我也是 用一点点油 一点点就好了 不要很多 一点点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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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这么多的花 那你就 弄这个一汤匙 小小汤匙 放上去 就ok咯 然后呢 我要怎么做呢 又是稍稳了 因为令它的 背面有油 给我们 烘的时候呢 增加它的液力 它的饭炒起来 烘起来 就满香炒饭 你知道吗 不行 我烘出来好不好好吃 因为你要提炼一下 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呢 尤其是 有种影响的 如果你住的地方 就什么事 你看到整个疫情 你吃都没办法 出去吃 人家出去打扒 你走出去打扒 你弄后 饭几年吃吃 又不用跟轮渣 收轮渣 戴口渣 什么事 都还丁 不奇怪 所以我很好对你说 就是这么简单 你弄一顿油 有一顿油 它控制了 就满味 上次 我就一斤斤了 我觉得 我又要鸡鸵了 鸡鸵什么呢 就是因为方便 我们呢 因为我们做东西的时候呢 就要想到 如果你 譬如说 一斤斤放下去 可能是麻烦的 譬如说 一斤斤斤放下去 鼻子很慢吞吞 我又鸡鸵了 因为 当你的盆子 烘焦了 烘焦了 没关系 浪费一会儿 因为我要争取十三几年 鸡鸵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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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鸵 不要加色即可 然后呢 然后呢 你糟糕 ej 再来配道 因为放这种加料粉,就放放煞醇 所以我变成不要放了,因为我觉得我很多煞醇 不放了,稍后再来一遍,最多煞醇再烘一次 你听到吗?听到吗?有声音的 因为我烘滚了,这个棒子很烧,烧得很烘,很烘 然后这样放,比较方便,因为上次的煞醇 我真的没有想到,尤其是怕煞醇烧 你看,如果你喜欢这样,就这样拿一样拿 没关系,最重要是自己的设计,你明白吗? 有些时候偷自己的感觉出来,不需要依照什么什么方法 有些时候你觉得,哎呀,你觉得你这个方法麻烦 有些时候拿一个,就可以看,所以我们不需要,哎呀,这个方法就是一个方法 不需要,不需要,因为我们最重要是领悟性的 因为我为什么要抛发灵呢? 就是因为给我那种灵感,叫做我 我不可以,一个方法,使用淡白过生活的 所以我们的灵就是这样的 不需要用一样东西来,放着很多东西 刚才等一会儿,我等一下放下去 不要放下来 那我这饭,我不要浪费 我不喜欢浪费 今天真的很好吃 那我将这饭呢,尽量,因为这饭呢 烘它,别的鸡已经放到油了 这饭不用放油了 这饭已经有个顶顶油了 然后呢,我最放下煮烘 co the meat 很香 你先也可以放下煮烘 我猫肉,我就快焯烘 RENER 最高最高次已腹 用烘肉 aid туда a drink 最高就 sigue轻 het 那ä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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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令到这碗肉燒烘蜒 垃圈 enä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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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ä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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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k monster 再加一次 这样说,烹饭已经熟了几年了 我不浪费时间,尽量自己的时间 以后最整理了 然后,你怎么烹蒜头 烹出微粥 我首先要浸出很多油 你不可以放煞 等一煞,烹饭就会有的 最重要是蒜头 就这种蒜头 因为我整碎碎 不要摸碎碎,排水 让它撕不透 所以,尽量烹饭差不多了 烹一点点时间 譬如说,没有煎得好 分两次,一定要分两次 让蒜头和蒜蓉 你不要摸蒜蓉 涌了之后,把它撕上去 不然很难收缸 弄不透更香的味道 最后,减它一点点 很多油,不要放下去 不需要 尽量放上去 所以,我为什么用烹炉呢 怎么好用呢? 我觉得真的很好用 起码来说,你们的餐厅 不需要很多很多油 哎呀,头疼啊 很多油 尽量令烹饪 让它尽量 那要烹踏后 尽量干一干 我不怕对不你们坏 因为西北的地方很少 如果 你看整个疫情 为什么我以前没有做这种视频几年文刊 因为以前真的很方便 挖个gap 除了可以买一些东西 可以出去 现在很多圣洞 好像全世界的疫情越来越厉害 真的很厉害 所以我们好好分析一下 不是说你烘的东西很好吃 很难吃 有些人说很难吃 对 如果你是很高的那种人 是要求很高 但是我们重过那种人 又重过那种人 或者我们经过生活挣扎出来的那种人 就比较 觉得这个方法蛮好 因为现在这个疫情 真的令到你们很麻烦 束手抹擦 你回去的 真的没有东西去 你叫人家威卖 一点点很贵 很贵 所以变成你们有没有想想 如果吃个东西很贵很贵 我们现在的供 也是没有保障 这当然对有钱人 没有所谓啦 对不对 但对我们一般的小市民来说 就蛮重要的 一天开销 如果我们省到多少就得多少 如果你每天常常去 把个方 也是觉得 哎呦很烈啊 哎呀吃得呦啊 因为我们也是要重压自己 因为不是用个窝子炒好不好 第一 影响我们的住的地方 第二 清洁 第三 当你住出来的时候 并称 厚不厚切 也是一件事情 所以最重要是我们 多谢我了 想到 我立即来回来 乒乓有个猴子炒 那你看我的视频咯 如果你说 乒乒乓有个 乒乒乓 乒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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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在一起 不怕没有东西 看你的嘴 都会丟残 如果 你做得 嗯 我这种才行 要求很高 我又没有办法 给你 因为你个人呢 近着不一样 私收不一样 或者你个人呢 要求赢不一样 你个人最低 比较整比较整 因为你个人有 十分大的生活方式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如果我 现在真的 我弄得很多的菜式 纪念文 一般来说 关于烘脑 烘东西 纪念文 因为呢 我发的视频里面呢 没有这种介绍的 只是介绍人家 啊 啊 怎么怎么 怎么炒啊 怎么煮啊 啊 用用微波露啊 啊 用用什么什么露啊 那种东西呢 第一浪费我们的时间啦 嗯 没煲啊 有些人 我就是 我不喜欢用微波咯 我不可以批评 所以变成我知识呢 有我知识的想法 因为我已经曾经 告诉过你们 有个大胸脑 很危险很危险 所以变成呢 他会生气的 因为他用钉来 用钉 用钉来发烟的 所以到钉 很容易整个脑 通钉的 你不小心 好像我问 阿崔玥 喂 咩 煮啊 煮啊 哇 要不小心 钉到这里 今天 没什么烧掉的炉 这个灵都没有啦 所以变成呢 我就推销联盟酸 带胸脑 主要就是因为用铁铁 用铁铁盘来发烟的 这种绍胸脑呢 是用玻璃锅的 绝对安全 因为我亲身精硬 才紧紧告诉你 受到一个尊专来 分析几年天 如果你想参考的 我有一个视频 告诉你 就先 关于胸脑的安全 带胸脑的 非常不安全 因为我问 往往后生 我想听到最尊专来 啊啊啊 我们在里面炒啊 煮啊 如果我们的池池不小心 叮倒 啊啊 今天刮叮 这个人刮叮啊 因为你不知道整个脑已经通叮了 所以很多胸脑 我不怕 告诉了一个秘密 我曾经看了一个胸脑的牌子 把一个蛋糕出来 他说 告诉你们 胸脑怎么样 怎么 好用好用 但是你又告诉你们 那种是大胸脑 你又告诉你们 那种是带胸脑 怎么分析你们 这种就写他 秘密 带胸脑知道 很不安全 所以他不肯做出来 真的不肯做出来 我也不肯 另外做个视频 批评这个 解释 只不过我告诉你们 如果你用 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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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绝对不安全 发烈的 是绝对不安全的 这种时候胸脑 是用玻璃管 是不通电的 玻璃嘛 玻璃跟塑胶一样 不通电的 所以用小胸脑 绝对安全 你怎么扔它 也扔不死你 怎么扔它 也扔不死你 所以我做了 差不多有直线 应该有直线 因为我以前在山坚 在山坚 小时候空间的地方 所以 整天我就告诉我自己 哎呦 整天我没有用夹 整天很强 我希望你自然 没办法 因为我要考虎分析 给你听 用小胸脑 有它的安全 后处处在哪里 所以 告诉你们 小胸脑的后处 就是折磨折磨折磨抒 第一 如果你要 Ad ready to do it ain't heLER 我有另外一个方法 有另外一个方法 第一個方法 如果你 高脂肪的 陪你凉 一行凉 烘 checking 烹饭炸的东西要立刻拿出来 如果是烹饭、烹饭的东西 你可以烹拆 可以放个盖,什么都可以招起来 然后放一盘,拿个筷子 你点一下筷子在里面 让它慢慢调整 混东西,不用点 然后就另外一个努力烹的东西 那么变成你时间可以解散很多 你可以一个时间可以做良人的东西 所以我告诉你就是 因为我可以能够做到 我加你剩下两个小红炉 不需要大红炉了 真的没有骗你 如果用大红炉 用浪天方教你的东西 哎呦 有一天不想说 啊啊啊啊啊啊 等下你不可能 不可能 不点到铁的嘛 不可能的嘛 因为你点一下煮煮煮 不想说碰到 哇真的真的没有骗你 那整个红炉 已经就电了 所以它某一部分是倒电了 倒了一层东西 如果不小心那一层东西 就阻挡不到一种电就出来了 啊完蛋了 所以就红炉 我教你 我教你自私人 怎么做怎么做 你问题你问题 主要就是因为 啊啊 那个大红炉啊 就是啊 啊很危险的地方就是 整个红炉 漏炉的 只不过他说 扔了一层东西 是 这个倒了 但是可能这边没有倒了 我找你了 如果你小伯爷说 啊平方正好啊 怎么怎么着夹 生走了 这事举 所以时候我告诉你 如果你小伯爷说 平方做的东西 绝对不可以用大穆炉 不要等到出界 生命戏神的时候 就捔掉平方 都是你张罗 用兽う którego用空虎 啊 我的亲人 我就什和 不用 伯爷说了 那样 就是因为 你口口听 我今天分析在这些年时听 用小空虎的眼障 住在哪里 你们用我的方法 我告诉你 如果你自作用大胸弩 用我的方法 我根据你不需要用我的胸弩 如果你用我的胸弩 用这个大胸弩 你始终出问题了 所以变成我今天 好好分析给你们听 因为我怕你们没有看我别的视频 因为我已经知道钱的了 放了出来的了 你没有留意 所以我又来一次差不多拍视频 我都告诉你 没有精致 怎样长进 怎样多说话 跟你们说 真的这样很重要的 你看不看我视频不重要 最重要你们的安全 对不对 如果你说 哎呀乒乓啊 用这个东西做做做 好方便好方便 但是你没有听到我说 用小胸弩 绝对没问题 用乒乓做的方法 但是用大胸弩 我跟你说 分分钟生命又危险 所以如果你自作用大胸弩 你绝对不可以用乒乓的方法做东西 相当危险的 嗯 我很长期 真的很长期 我找到香味道 你找不到 我找到汤头的汤 你看 你可以烘焦一点 焦气一点的 没关系 我没发 我没解决那种汤头 尽量令它的表面 它就发挥这种香的味道出来 现在烘好了 烘好了 烘好了之后 不可以等到冷了 冷了它沾着盘子 所以大概烘了 大概几多分钟 15分钟 至60分钟 就比较好了 然后呢 很热 真的很香 不然就没有怎么销了 我没有那种销 不时不销 我嫌得麻烦 差点光 我这盘子烘好了 很方便 不方便 我要快的嘛 所以要拿这个东西比较好 推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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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不喜欢你搅盘子 不然你来的 事供给你们看的嘛 所以这种销呢 有一样好处呢 它有一样的 很轻轻的 好像一种饭椒 这样 以前我们小时有吃那种饭椒 是香的 看你怎么感觉比较 你看看 完全没有针底的 对不对 那现在烘楼香糯米饭 那种香的味道走出来 大概15分钟 或者20分 30分钟后拿出来 等它能够拿出来 它沾着盘子 很难拿出来 是烘烘的 所以你要叫我这种饭椒 一定要烘的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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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一点都有那种咖喱炸豆腐 对不对 你看看这个饭 有点烘的 对不对 因为你用炒它 有时候炒得不高 饭椒 有点烘的 配我刚才用的咖喱豆泡饭 哇 非常好 非常好 就是这么简单的做来吃了 嗯 为什么我真是好好弄这个东西给你们吃呢 只不过真是狠狠告诉你们 因为你们呢 如果出去外面吃的饭呢 人家拿出来也是炆住了 可能没有我怎么好吃 只要我浪费一点点时间 也不用等人家的烘饭又贵了 很多钱了 还有我真的很便宜 自己就加米汁 煮多多也可以 你不相信 你看我有两个空母 你看 一 你看这个 这个已经来到了 所以如果我烘得多东西呢 分两个空母 一次烘 或者你盘的火 一次出来 没关系 烘完的盘子 又再用盘子 那变成两盘子 一次来切 也很方便的 所以小空母 有小空母的好处 所以我告诉你很想吃大空母 如果你自作用大空母 你不可以用我吃的方法 嗯 OK 就是小空母 烘出那么平方的炒饭 怎么样啊 OK 拜拜